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界品位东方魅力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中国就越南非法干扰再次召回联合国 和企防止制裁 7美元转用人民币 美国禁语成退休者重返职场 晚上好 欢迎收看6月9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大使王明9号 就越南非法强力干扰中建南项目一事 召回联合国秘书长潘金文 转去中国的立场文件 981钻井平台作业 越南的挑衅和中国的立场 并要求秘书长将中国的立场文件 作为联合国大会文件 散发给联合国全体会员国 王明当天在面对媒体时表示 这份立场文件 附由中国企业 在中国西沙群岛碧联区内的作业位置图 以及长期以来 越方承认中方对西沙群岛主权的相关材料 中方递交召会的目的是为了向国际社会表明立场 讲清真相以正视听 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不存在任何争议 1974年以前 越南历届政府 从未对中国西沙群岛的主权 提出过任何异议 越南政府现在违背自己所做出的承诺 对中国西沙群岛提出领土要求 严重违背 禁止反言等国际法原则 和国际法基本准则 网民指出 越方对中方正常作业进行非法强力干扰 严重侵犯了中方的主权 主权权力和管辖权 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相关国际法 中方希望中越关系发展良好 但在原则问题上不会退让 中方规券越方 从维护中越关系 和南海和平稳定大局触发 尊重中方的主权 主权权力和管辖权 立即停止对中方作业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扰 并撤走现场所有船只和人员 缓和紧张局势 使海上尽快恢复平静 这已经是中方第二次就越南非法干扰中国企业 在西沙群岛海域正常钻探作业 召会联合国秘书长 5月22号 王明就曾召会潘基文秘书长 转去中方立场文件 这份文件已经作为联合国大会文件散发给联合国全体会员国 风浩文是刘宾盈江广复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另外俄罗斯企业据报道 因为优先使用美元交易的风险 正在积极扩大使用人民币 以及其他亚洲货币 防止西方的进一步制裁 英国金融时报8日报道 过去几周大型俄罗斯企业使用人民币和其他亚洲货币 在亚洲开户的兴趣大幅提升 俄罗斯外贸银行也表示 扩大使用美元以外的货币是银行目前的主要任务 发展使用卢布和人民币结算 更是五月以来的重点工作 报道指出俄罗斯企业正在防范 美国进一步制裁带来的风险 一家七成利润都依赖美元结算的俄罗斯制造业公司表示 已经做好了用人民币和港币等其他货币结算的准备 全球最大的镍金属生产商也表示正在和中国客户协商 用人民币结算长期合约 俄罗斯第四大石油供应商更已经将支付货币 转换成欧元和人民币 报道认为从克里米亚在三月并入俄罗斯以来 美欧银行在俄罗斯的放贷活动急剧下降 西方制裁也推动俄罗斯公司不停降低对西方金融市场的依赖 俄罗斯公司开设以人民币和港币来进行贸易结算的账户 显示在与美欧关系紧张之际 俄罗斯正试图转向亚太 凤凰卫视李卓军赖大力华盛顿报道 国际评级机构会议指出 亚太区银行与中国大陆相关的风险不断增加 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香港银行业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国际评级机构会议9日发布的报告指出 亚太区银行与中国大陆相关的风险 从2009年以来不断上升 截至2013年底 亚太地区银行与中国大陆相关的贷款 累计已经达到1.2万亿美元 其中香港占了7980亿美元 这相当于香港银行体系约34% 因此一旦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香港银行业将很容易受到负面影响 会议指出 澳门则排名在香港之后 银行业与中国大陆相关的贷款 占银行体系的20% 第三位则为新加坡的12% 第四位则为台湾的7% 此外一些较大的金融体系 与中国大陆相关贷款的集中度则很低 例如澳洲只占1.2% 日本则只占0.6% 分析指出 随着中国经济放缓 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也继续攀升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最新数据 中国银行业第一季度末 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 从2013年底的1%上升到1.04% 是近三年来最高 不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仍处于低水平 富豪卫视 李卓军赖大力华盛顿报道 另外一份最新调查显示 美国有将近三分之二超过50岁的民众表示 他们的理想退休生活中工作也算是其中的一部分 而有47%的退休人士则是现在还在工作或是打算工作 退休生活是否代表着工作生涯的终结点 答案在美国似乎不是如此 来自研究老化问题的年龄潮流智库 与美龄证券共同进行的最新调查发现 有47%的美国退休人士现在还在工作 曾经有工作或是打算工作 还在工作的退休者 有将近58%认为 退休是个让自己有转变不同工作类型的机会 退休者转行主要像是时间更有弹性 或者是更有趣 甚至是追求自己的兴趣等等 有42%的退休者选择留在老本行 他们认为自己在这方面上有着丰富的专业能力 约有一半是因为他们能在工作与生活之间保持平衡 有62%的退休者继续工作是为了保持活跃的思维 46%则是为了维持体力活动 42%则是为了持续与社会接轨 有36%是为了保有自我认同感和自我价值 另外31%则是要继续赚钱 专家比喻除非你是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 否则多数人通常多工作一段时间 对财务状况是有所注意的 凤凰卫视瑶湘伊李战青 加州报道 我们来关心拉美和加拿大今天的重要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回来 正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中加经济金融论坛上 两国政府代表及多位经济学家 共同探讨了未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发展趋势 也看好温哥华有望成为北美首个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近年来备受关注 出席中加经济金融论坛的专家表示 从2009年至今的5年里 全球跨境人民币结算累计总量高达11.8万亿元 已经成为全球第七大结算货币 占总额的1.64% 最重要的是贸易之间的交往是越来越扩大的 量增长速度是越来越快的 这是为人民币跨国结算提供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建立一个人民币的离岸中心 对加拿大经济 对加拿大提高它的国际金融市场地位 对加拿大开展与亚洲经贸都是有好处的 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 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作为加拿大连接亚太门户 是两国较往最便利的港口 也是全球第一个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外国政府 这些都让温哥华比多伦多更有希望 拿下北美首个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 那人民币到这儿可以结算 那对我们发展商来说 当然是很欢迎这一个新的政策可以落实下来 加拿大与美国相比 加拿大更加的自由 更加的在公平性上面来说 那么更加的公平一些 另外一方面在加拿大这边 它对意识形态的想法不像美国这么强烈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府也在6月6号宣布 国际商业活动法修订案正式生效 外资银行在本省开设分行 将可以获得最高省企业所得税 全额退税的税务优惠 我觉得今天的宣布是非常好的 因为这样可以使用更多的中国银行 在我们BC上设他们总部设立他们的分行 加中两国政府预计到2015年 将双边贸易额可以成功的提升到600亿美金 而一旦人民币的海外交易中心成功落户温哥华 将可以促进中国企业 特别是能源行业在加拿大的战略投资 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温哥华报道 另外2015年加拿大将实施针对 技术类移民的特快通道计划 为配合该项目6月开始生效的留学新政策 则赋予学生签证持有人校外打工的便利 对位居留学申请人榜首的中国学生来说 有极大的吸引力 在大温哥华Bernabee举办的6月留学新政 和移民政策解析交流会 吸引了400多位中国留学生到场聆听 那我们之所以来开这样的一个解析会 原因也是我们在平常的工作当中 得到了成百上千这样的电话和Walking的咨询 大家很想知道这次的新的政策 对他们会产生什么这样的影响 就是BC省的经济发展的话 教育行业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柱产业 也是它所谓的八大产业之一 包括教育服务业就应该要去大力的去支持和推动 包括加亨国际留学签证中心在内的40多家院校 在现场设置摊位 将学生详细解释留学新政策下 上课时数要求 校外打工 加拿大经验类别 省提名计划等不同需求 因为就是说相当于我们有很多 每年有很多的中国学生 很多的留学生 然后呢我也希望就是因为我在学校工作 然后呢学生会经常问一些移民方面的问题 包括一些新的政策 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呢 来参加来听一听这些新的政策 据统计 2013年加拿大国际留学生的总人数有29万多人 其中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就有近8万人 凤凰卫视 祖克勤 武警 温哥华报导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拉斯维加斯昨日发生枪击案 两名嫌疑人于上午11点30分左右 走进一家披萨店 对两名正在用午餐的警察开枪 并抢走了两名警察的武器 一名警察当场身亡 另一人在医院做手术时去世 之后两名嫌疑人去了附近的一家沃尔玛商店 并在店内枪杀了一名民众 之后两名嫌犯引弹自尽 在披萨店的一名目击者称 一名嫌犯当时高喊革命开始 据说两名嫌犯在杀人后 用具有革命战争年代旗帜特征的布料 覆盖了被射杀的警察 8号晚调查人员搜索了两名夫妇嫌犯的寓所 距离枪击案现场仅4英里 警方在房内发现了纳粹旗帜的标识 并将调查方向指向白人至上主义 研究人员最新发现了 红酒中的一种叫做白黎卤醇的物质 可以帮助提高记忆力 研究人员募集了大约40名超重 但其他方面都健康的实验参与者 因为早前的研究发现 白黎卤醇的影响在肥胖者身上更为明显 研究人员将随机参与者分为两组 实验组每日服用200毫克的白黎卤醇 而对照组只服用模拟药物的安慰剂 实验时间长达6个月 实验前后 参与者分别进行了记忆力测试 血液检测和脑部扫描 结果发现 实验组在记忆力测试中记住的词汇更多 扫描显示负责记忆部分的大脑区域更为活跃 在血液检测中的血糖指数也低于对照组 自奥巴马健保法今年1月份生效以来 坑塔基州路易维尔市的诺顿医院急诊室流量猛增12% 有时每月将收治100多名病人 该院不得不把一间后诊室改成检查室 这和奥巴马健保的承诺和预期恰好相反 新健保法通过扩张联邦医疗援助 让穷人更易于享有初级的保健 目的之一就是减少美国医院急诊室的流量 但现在坑塔基州和美国其他医疗机构 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激增 最近美国急诊医生学会进行了一项调查表明 近半数的急诊医生反馈 今年元旦以来急诊室流量增加90% 估计今后三年急诊室流量还会增加 坑塔基州医院协会主席拉斯特表示 其医院成员都有同样的预期 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三名囚犯 周日在奥圣维尔监狱越狱乘直升机逃跑 周六晚间7点45分左右 一架绿色的直升机在魁省市郊协助三名男子越狱 监狱有多层围栏和尖刺的铁网还有监视他 警方称直升机降落在监狱的操场 然后迅速升空飞往西面 可能前往了三合市或者是满地壳 这是魁省一年多来的第二宗直升机越狱事件 三名囚犯涉及贩毒谋杀等罪名 警方已于周日扩大搜捕行动 但他们不愿意透露具体的细节 担心逃犯从媒体报道中得知警方的行踪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两三次短消息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周一会见来访的孟加拉总理哈希纳 李克强在会宪中对哈希纳表示 中国视孟加拉为南亚和印度洋地区重要的合作伙伴 愿意与孟加拉密切各领域交流 推进周梦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也重视发展同南亚各国的关系 致力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同各国友好合作 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 周梦经济互补性强 合作潜力巨大 中方愿意同孟加拉扩大经贸 投资 能源 通讯 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 新华社9号发表文章 指出中国即使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 中共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以来 中国统筹兼顾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迈出了从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转变的文件步伐 报道说 海洋已成为经济全球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联系纽带 在国际经济 军事 科技竞争中的战略地位更加明显 2014中国海洋发展报告指出 中国在维护海洋权益方面所面临的斗争形势尖锐复杂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衅 制造事端 菲律宾在美激礁问题上无理纠缠 执意推动南海问题司法化 中国海洋维权战线扩大 难度有所增加 为了宣扬保育及环保信息 法国艺术家保罗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构思 以回收废纸为材 制成全球野生熊猫仅存数目的1600只只狐熊猫 并在2008年起在法国 意大利及德国等近100个城市展出 只狐熊猫今天抵达香港 它们将在香港展开快闪之旅 在香港国际机场 青马大桥 天坛大佛及文化中心等地 巡回展出一个多月 这次的香港展览是继台湾之后亚洲的第二站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过后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美股周一全天持续交易淡进窄幅波动 标普盘中是创历史记录后获利回吐 但三天指数仍以上升作收 我们来看星期一 美国华市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国在星期一早时开盘 就是出现一个小幅高开 全天市几乎是横向震荡变动不大的趋势 盘中有一些获利回堵抛压 但是收盘之前 在那指数会开始收复市值 出现明显反弹的趋势 但是都是以小幅上升作收 标准Pro500指出盘中再创历史限高纪录 那么在这个星期 美国的经济数据和公司行业方面的数据消息 是比较淡尽投资人会高度关注国际方面的情势 不过在星期一跟往常管理一样 有很多收购合并的消息出台 对市场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那么最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大型的默克药厂 决定出巨资收购一个对肝炎 C型肝炎有研制成果的公司 IDAC Pharmaceuticals 所以这家公司在星期一升幅超过200% 那么在星期一出现弱势表现的则是赌场业股 因为个别行业被卷上降低评级 所以遭到了投资人互利回头的跑压 在目前这个形势 有券商表示尽管交易量还是比较小 同时市场扑幅也是比较少 但是在投资人适当时候 将自己投资组合原来的股票持有 从91%提升到93% 而债券市场在星期一出现了一个 收益率小幅回弹 债券市场价格出现下降的趋势 不过整体来说 星期一交易量仍然是相当的清淡市场 虽然是有些乐观心态 但是观望气氛也相当浓厚 在那指数全天窄幅震荡收盘 小幅上升作手 以上是星期情况 冯红一时旁者 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 全球财经指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另外在社区消息方面 由美国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学会和美华总等多个单位 联合主办的五月鲜花献母亲大型文艺表演 日前在圣盖伯大剧院闪亮登场 成功的演出得到了广大民众 包括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总领事刘健 和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馨等各界的一致好评 由美国国际文化交流协会创办的 五月鲜花献母亲大型文艺表演 今年已迈入了第十个年头 为了让十岁年轻的五月鲜花献母亲 大型文艺演出《增光天才》 主办方就是特别邀请了 曾多次荣获大奖的中国广西演艺集团家门 精彩的节目 包括赞助舞蹈 明月 明歌和杂技 新一的节目 不但给洛杉矶地区观众 耳目一心地私听享受 也让美国的民众感受到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人们的精神面貌 我想它不仅仅是 这个展示了我们在海外的 侨胞对祖国 对故乡的一种决念和热爱 同时它也同这样的活动 向当地各族裔去展现 中国灿烂的中华文化 我想这有助于增进 中美文化交流 今年的五月鲜花献母亲 大兴文艺表演也得到 洛杉矶各华人社团的大力支持 它现在不仅仅是 献给我们南家肉母亲的一份厚礼 同时也是弘扬传承中华文化 增进中美友谊的 一个非常好的载体和平台 作为五月鲜花献母亲 大兴文艺表演活动的唱办人 对今年社会各界鼎力相助 无限感慨地表示 我在这儿很感谢广西演艺集团 也感谢美国华人联合总会 和音乐传媒 我们这些朋友都大力支持我们 共同主办这场演出 在弘扬中国文化 弘扬孝道 这个道路上 我们有多了一些朋友 多了一些办理 所以我再一次谢谢大家 当晚演出的内容也十分丰富 主流社会的艺术家 用娴熟的中文演唱 我爱你中国 也得到全场观众的真正掌声 这充分体现了多艳文化 正在北美大地上发扬框大 中华卫视网民软件报道 南加州政府协会和南加州大学 普莱斯公共政策学院 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支持下 今天上午召集数百位区域领袖 策划者和经济专家 齐聚洛杉矶 共同商讨 自从经济大衰退以来惊人的贫困趋势 以及在教育培训工作机会增长 和州政府领域所能做的努力 以达到经济的新常态 南加州政府协会 是全国最大的都会规划机构 辖区设计南加州地区六个县 191座城市和超过1800万居民 该协会负责南加州地区城市规划 和政策制定等一系列事务 带领整个地区逐步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意义重大 据美国第36届总统 约翰森宣布 向贫困开战已过去50年 随着当前美国的经济衰退 贫困问题又浮出台面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提供数据 据南加州政府协会调查显示 南加区域内 生活在联邦政府指定的贫困圈以下的居民比例 从1999年13% 已增长至2012年的18% 当南加州持续人口增长 其贫困问题就凸显空前的严峻 与会者认为 希望能够探讨如何能够减少 整个美国及南加州的贫困人口的数量 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 能够达到均负的效果 通过人口统计和探讨 弗兰克还指出 家庭人口的增多对造成贫困有一定的影响 除增加就业机会巩固家庭人数 增加职业训练和教育机会的提升 也有助于人们面对贫困的问题 风华卫视网民罗产纪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凤凰美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在天气爆红的请继续关注 我们的天天话题栏目 不要错过 做再次感情的关注 祝您度过一个愉快夜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